Double the happiness,Double the beauty pleasure,最新做重口的芝士纪连海鲜局饭Tilda,这道菜可说是每家西餐厅必有,这次Dran出来尝试一下把它带回家中,整道菜最最吸引的莫过于是扑鼻的奶香柔和满口的海鲜香气,重点在于,够重口够爽,材料以及过程都不算太复杂,最重要还是要耐心。 以及一张试货的嘴Tilda,Tilda,Tilda,准备好上述所有主料,胡萝卜和西兰花都切小粒方便炒,蘑菇用的是西式的白蘑菇,切片备用,海鲜建议用生粉洗一下,可以去掉腥味,米饭要提前煮好之后放置凉,再打两只鸡蛋进去搅拌均匀,不要把饭都搅烂了。 用红葱头爆香油锅,翻炒胡萝卜和西兰花,如果觉得太硬很难炒熟的话可以先把这两样灼一下水,把两样蔬菜炒好之后起锅,然后翻炒加了鸡蛋的米饭。 可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的盐和黑椒,看到米饭粒粒分明的时候再加入蔬菜炒一分钟即可洗锅。 起锅之后放进最终上叠的容器内待用,将黄油加热融化,不要用太高温,否则很快会焦的。 慢慢加入面粉,一边加入一边将其和黄油搅混,保持低火,慢慢加入两杯牛奶,还是要一边加入一边搅混。 到这里如果看到一体不够粘稠,没有剂莲的样子,不要着急,因为之后加进去和海鲜炒的时候会很快蒸发水分变稠。 搅拌均匀就可以熄火放到一边备用,用红葱头爆香油锅,先加入蘑菇翻炒至稍稍泛黄,再加入海鲜翻炒,加入刚配好的寄莲汁,与海鲜充分翻炒,直至寄莲汁开始浓稠。 将准备好的海鲜寄莲汁均匀铺在炒饭的表面。 在系连表层放上Mozzarella和Cheddar的芝士碎,用席纸包好表面。 放进预热至375华氏度,约190摄氏度的烤箱烤15分钟。 15分钟后揭开席纸,让芝士曝露出来继续烤3到5分钟。 这里建议一边烤一边观察芝士的烤焦状态。 只要烤至金黄即可。如果烤箱有上火的功能可以直接开大火烤1到2分钟就OK了。 出炉后加上少许装饰就可上台啦。